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7月17日 星期五 这个视频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台湾的汉光演习 它这个为期五天的汉光演习今天就结束了 那么它这次的汉光演习我前两天做了一个视频 它在上来第一天的时候 他们就是演习了一个最新的一个项目 就是一个逃跑的项目 这个逃跑项目就是飞机挂弹出来之后 牛脸就往后方跑去 然后这就是它跑到后方去躲藏起来 等前面的抵抗前线的部队抵抗不了了 然后它再出来 这是他们想出来的一种延长抵抗时间的这么一个办法 就是说如果你全部的力量一下子涌到前线去呢 大家就很快就不行了 以前呢就这种情况下 预计呢台湾原来说是预计能挺七天一个礼拜 后来呢又说是什么五天四天 最短的是四天 然后呢现在就用这种办法呢 就希望能够延长一倍的时间 比如原来说能够抵抗四天 然后用这种办法呢就能够再延长四天 抵抗八天 然后呢就给他们的盟友美国呢赢得时间 然后从这个遥远的大洋彼岸到这边来救他们 当然不会有大洋彼岸 从日本过来也行啊对吧 从日本啊关岛啊这些地方过来来救他们 但是事实上呢 蔡英文就是想都别想 美国是绝对不会过来救他们的 就是靠你们自己了 说台湾呢为什么说不停的从美国这儿买这些武器呢 一个就是交保护费了 就希望说我现在呢就猛花钱 然后到时候呢你美国会来保护我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是一种向美国的一种表示 一般的来说你要是向别人来求救的话呢 那你自己你得自救 你的办法都想没了对吧 你的力呢都尽到了 然后你才让别人来帮你 你要是你自己你啥都不干 然后就指着别人来帮你 别人也不会来帮你 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人之常情吧 台湾呢就是希望呢用这样的方式 不断的来武装自己呢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告诉美国说 你看我为了保护我自己呢 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 那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 然后我还保护不了我自己 你看你美国是不是来保护我一下 看在我们买了你这么多的费铜烂铁 回来的份上对不对 那台湾呢从美国这边买的这些个武器呢 一直以来啊 这不光是咱们说它是费铜烂铁啊 台湾本土呢有好多老百姓都是反对的 认为呢我们花这么多钱 重金所买回来的呢都是一些费铜烂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美国卖给台湾的呢 都是一些淘汰的一些武器装备 都是一些淘汰的成就的一些武器装备 那些个最新的是不卖给他的 但是卖给你这些淘汰的成就的 收了你的钱 那可是最先进的武器的钱呀 比如说台湾呢 像这个美国买的这个F-16V对吧 本来这个F-16呢 它就是一个在现代战争当中 已经是完全是没用的一个飞机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他的雷达呀 他的探测的距离呢 是非常非常的近的 他呢在这个战场上呢 就相当于一个 人家说是一个近视眼 相当于一个瞎子 就是一个近视眼吧 就是说他看的呢 是非常非常的近的 那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战争的环境当中呢 一般的来说 你看得这么近 但到了你跟前你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呢 F-16这个飞机呢 其实就是一个废的 确确实实是废通蓝铁 但是呢 美国就对他呢 把这个雷达系统啊 电子系统啊 给他改造了一下 由这个F-16呢 改成了F-16V 改造了一下 等于说给他戴上了一个眼镜 让他看的呢 能远一点 这样呢 又卖给了台湾 那卖给台湾呢 虽然说是这么一个淘汰的飞机 重度近视的一个人 给他戴上一眼镜 但是呢 卖的是F-35的价格 比F-35呢 还要贵 你还得看那F-35 他卖给谁的 对吧 比那个 卖给有些国家的F-35呢 还要贵 还贵很多 就是台湾民众 比如说呢 我们花这么多钱 买的是废铜烂铁 那么我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呢 就是在昨天 昨天下午4点钟左右的时候呢 台湾这个汉光军演啊 有一架直升机掉下来了 你说台湾这个呢 它只是一个演习而已 结果呢 它就接二连三的死人 就这飞机掉下来呢 正驾驶和副驾驶 这两个人呢 全都死掉了 那个正驾驶呢 是一个少校 然后呢 副驾驶呢 是一个中卫还是少卫 反正是正驾驶 是一个校官 然后副驾驶呢 是一个卫官 这两个人 掉下来之后呢 这两个人送到医院去 结果呢 还是不幸生儿 那其中呢 有一个应该是那个校官吧 那个卫官应该还没结婚 那个校官呢 是有两个孩子 一个孩子呢 七岁 有一个孩子四岁 还是蛮可怜的 这两个人呢 到了医院里面 都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那这个台湾呢 你说搞这么一个演习 就频频死人 如果你没看我前面的视频的话呢 我再给你稍微重复一下 就是他7月13号呢 是他今年正式的这个汉光演习的实弹演习部分 那在7月3号的时候呢 他那个预备演习啊 就已经开始了 那在7月3号的那一天 他们就有两个那个海军陆战队的那个橡皮艇就翻了 然后有四个人呢 掉到水里面 其中呢 有两个人已经死掉了 我们就说你海军陆战队 对吧 那你就应该那个水性很好啊 为什么还会淹死呢 我前面就已经跟大家说了这个现象 海军陆战队竟然还能够淹死 你说他的这个战斗力有多强 他的技能有多强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台湾的军方就说呢 那一天不太怨他们的军人们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一开始看的天气预报啊 说今天天气不错 可以出海 结果没想到出海之后呢 突然就起了风了 然后呢就把这个船给周翻了 两艘这个橡皮艇 每一艘上有七个人全部落水 其中有四个人呢 严重受伤 还有一个情节呢 我在前面几次 我一直都忘了跟大家说 就是呢 他这个落水的这个地方 离这个岸边呀 只有100米左右吧 离开岸边不是很远 然后呢 他这个翻了船以后 这个地方啊 特别可笑的是 他那个水身只有一米五 只有一米五呀 你就是一个tineager 一个小孩啊 你在那水里你站出来 你这个鼻子都能漏到外面 然后你都不至于淹死 但是呢 他那个士兵竟然是淹死了 然后呢 他们这个台湾的军方呢 又给出来一个解释 说因为呢 他们穿的那个救生衣啊 说穿的那个救生衣 让他们站不起来 你穿的那个救生衣 然后你只能给你架起来 然后你飘在那个水上 但是呢 你要站 你就站不起来 那如果你站不起来的话呢 那你就趴着那游呗 那有的士兵呢 就跟着趴着游 因为离岸边很近 就趴着游 游游游游 然后就游在岸边去了 那有的人呢 因为你那样趴着 就呛着了 这四个人呢 都是重伤 都是因为呛的 那其中那两个人呢 就呛得太严重了 然后就死掉了 那我看了有网友就说了哈 就算是说 哎 你穿着这个救生衣 你就那个站不起来 那你不会把救生衣脱了呀 这是台湾的士兵 怎么这么技能这么差呢 怎么这么死心眼呢 对吧 这就是呢 这我说的哈 就是一个军演而已 结果呢 接二连三的死人 那那一次呢 就是运演的时候呢 死了两个人 然后昨天这个飞机呢 又死了两个 一共死了四个 那还有一个自杀的呢 我前面就跟大家说了哈 那个教官 因为他是海军陆战队的一个教官 然后他就怕民众呢 都会来批评他们这个军队 就跟咱们似的 现在就笑话他们 挤了他们哈 然后就怕这个 然后心理承受不了 然后就一死了之 自杀了 就这样的 就是说他们这种 海军陆战队的游泳的技能啊 在水里面的技能 对吧 战胜风浪的这种技能 这种心理素质 真的是堪忧啊 真的是堪忧啊 你说台湾这个军队能干嘛呀 然后再说这个飞机 这个飞机呢 它是OH58D战搜直升机 是一种直升机 这个直升机呢 也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直升机 它是五六十年代 开始生产的这个直升机 美国就早就停产不用了 很长时间了 N年了 然后呢就卖给这个台湾 台湾呢现在还在用 就同样是这个飞机啊 然后呢 它在近两年之内 一共掉下来三架了 包括这一架 就是印度 掉飞机大王印度 可能也没有这么频繁吧 有没有这么频繁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两年掉三架 这挺多的了 就是这同一个型号啊 还不算别的呢 别的它又掉下来啊 那去年的时候 那个阿帕奇还掉下来呢 结果那个飞机上近世界高级将领 结果都掉下来了 就他们这个对飞机的操作技能啊 也不行 前面两架掉下来呢 好在还没有死人 说第一架掉下来呢 其中一架掉下来呢 也是那个副驾驶啊 就是错误的估计了这个高度 比如说你离地说三百米 它想成了一百米还是怎么样 反正它是错误的理解了这个高度 结果造成了那个飞机呢 掉下来 然后这次是什么原因掉下来呢 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有一点就说 说这个飞机啊 刚一起飞 然后这个飞行员就报告说 这个飞机转速特别低 因为它是个螺旋桨嘛 那如果你转速特别低的话 它就拉不起来 它是在起飞之后三分钟就掉下来了 等于说它转速它那个太低了 拉不起来掉下来了 那就是说这个飞机可能本身是有问题 现在台湾呢 已经把这个同一型号的飞机 现在全部都停了 然后呢进行调查 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但是呢 这两个死者 适者适宜啊 很可怜啊 家里面还有幼小的小孩 你说多可怜 还是那句话 你说你台湾 一天到晚呢 你说你搞这个台独干什么呢 你能不能跟大陆 对吧 两岸一家亲 多好呢 跟大陆商量 给你来个一国两制 你只要你别一天到晚了 搞分裂 对吧 一天到晚了就想推翻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根本就不管你 对吧 多好呢 好 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